真是热泪盈眶啊 57岁的航天老英雄邓清明回来了 他一出仓 说出了那句响彻还语的话 无论年龄多大 能够被祖国需要 就是最幸福的 为什么邓清明那么受关注呢 因为他的故事特别感人 在本次任务之前 邓清明是唯一一位 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 又仍在现役的首批航天员 他为了等待祖国召唤 坚持高强度训练 25年终于完成航天梦 邓清明是半年前 首登神舟15号飞船时候 已经56岁了 创造了全球专业航天员 首飞太空的最高年龄记录 他和杨立伟一起 是在1998年的1月5号 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的 今年杨立伟勇闯太空 已经20周年了 可是直到2022年11月 老邓才登上太空 为此他等了24年零十个月 为了等待祖国的召唤 他时刻保持状态 年近60的老英雄 带着120公斤中的装备 深入水下 一待就是4个小时 高速转移一转15分钟 最可怕的就是离心机训练 要承载8个距的过载 也就是相当于身上压8个人 还要承受时速百公里的拉扯 这个训练太难受了 老邓手边呢 有一个红色按钮 可以随时停下来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碰过它 航天员每次派谁执行任务 都是比出来拼出来的 除了实力之外 还需要一点点飘忽不定的运气 2010年 邓清明入选神州9号 备份成组 最后没能飞天 2013年 备份神州10号 又因为零点几分的毫厘之差 没能圆梦 他都住进了问天阁了 还是止不在发射塔下 2013年 他查出圣洁时 人到中年 这是常见的 这个小石头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都可以不管它 可是航天员不行 为了能飞天 他做了两次手术 2016年 神州11号准备发射 邓清明为他准备了 三年最具挑战的模拟验证实验 他和陈东 住进了不到十平米的密闭舱里头 要每时每刻 跟着噪音震动相伴 只能吃航天食品 这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平常人待一个小时 都熬不住了 他们一熬 就是33天 可发射前一天 总指挥部宣布 由金海鹏和陈东来执行任务 邓清明紧紧抱着战友说 祝贺你们 金海鹏和陈东那一刻绷不住 说了一句 老邓 谢谢你 近两分钟的时间 问天阁一片寂静 大家都泪流满面 失落的老邓回到了北京 他的爱人穿着红色的衣服 抱着鲜花到机场来迎接他 他们笑得很开心 老邓回到了自己的家 推门一看 家里干干净净的 所有灯都被打开了 爱人和女儿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他 他再也控制不住 冲到卫生间泪流满面 连续三次伤心失落 邓清明的优秀不需要证明 而他以坚韧的意志 战胜了比过山车下坠 更难受的失落感 才是最让人敬佩的 回到2006年 神州六号发射那天 邓清平的女儿当时还在读初中呢 看到同学的爸爸圆梦大哭 回家哭着埋怨爸爸 为什么总上不了天 后来女儿长大了 也成了航天人 这才理解爸爸的坚持 如果让全国人民投票决定 谁上天 邓清明肯定是呼声最高的那一个 但是航天没有感情 一切以状态论英雄 以分数为标识 像邓清明自己说的 太空不非因为不知感人 就向我刚开怀抱 人生能有几回波 25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一次次以任务擦肩而过 有过失落 也有过泪水 但绝不允许 当任务来临的时候 我就没有准备好 无论年龄多大 能够被祖国需要 就是最幸福的 神周十五号 终于让邓清明圆了航天梦 全国人民不会忘记 为祖国航天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航天英雄们 向邓清明致敬 向航天英雄们致敬